疫情趨緩,部分國家郵輪已經複航 台灣明年也有127個航班開放預定 台灣郵輪何時能夠再次開放 各界都很關心 交往部航港局舉辦了郵輪產業振興復蘇國際論壇 邀請了產官學界代表200多人 討論後裔郵輪復蘇策略 今天的論壇裡面 我們會去跟亞洲島內的國家 去籌組成立一個郵輪的聯盟 那目的就是希望我們做好所有的準備 等到我們的國門打開 可以無縫的直接銜接國際產業的一個振興 那剛剛已經關心到的疫情 這個就是要靠國人大家共同來努力 其實指揮中心 他希望的就是要保障我們國人的健康 當然他也希望要兼顧到各種產業的發展 那針對郵輪產業的一個振興跟復蘇 交通部也已經引領了完整的計畫到指揮中心 指揮中心從國內的疫情狀況來判斷 如果適合開放國門 我想我們就就今天的論壇 就可以跟國際社會宣誓 迎接我們的郵輪可以來靠港 基隆維國際郵輪母港疫情期間 包括港部設施和通關設備大幅翻新 面對後一時代郵輪產業復甦 市長李又昌和立委蔡思映態度審慎樂觀 疫情經過兩年多的一個時間到目前為止 其實大家的共識也越來越高 就是我們必須要走向正常生活 邊境也必須要走向開放 所以我想相關的港口 我們都做好的相關的一個準備 要迎接疫後的郵輪產業的一個復蘇跟振興 那我個人是這個期待 我們明年能夠做暖身跟準備的一個工作 那後年能夠這個復蘇跟振興 那我知道交通部或者是航港局這邊 有更積極的一個目標 希望明年就能夠回復到疫情前的一個 航次的一個狀況 我想我們樂觀其成也充滿期待 那基隆港市呢 我們已經做好的相關的一個準備 整個郵輪旅行通關的一個服務設施 也大幅的提升 那通關的一個速率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所以我相信未來郵輪產業重啟之後 我相信大家會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一個體驗 過去這幾年 基隆港市做了很大的改變 例如我們看到的這一棟東安大樓 或者西安大樓旅客服務中心的整件 讓旅客的通關相關的服務設施做得更好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所以我相信就基隆的相關的旅運服務設施來講 這都準備好了 第二個 我們也非常感謝郵商市長過去這幾年來 推動的港市標跟計畫 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基隆港市周遭的 山、海、秋、城 都整個做了畫時代的改變 也就是說 未來我們熱烈的歡迎 新的郵輪帶來的觀光客來到基隆 可以看得到基隆 在整體的服務設施 除了我剛才提到的 港公司所主管的服務設施之外 基隆市政府做一個旅客友善的城市 我們也一步一步的打造這樣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相信 我們都非常期待 郵輪帶來的旅客 能夠競速來讓基隆 甚至來自於台灣 整體的觀光資源能夠做得更好 台灣這兩年疫情期間 郵輪市場受到衝擊 2020年7月 新夢郵輪推出了國內跳島行程 身為郵輪母港的基隆 不但累積了跳島行程的經驗之外 也對於郵輪產業周邊的軟硬體 積極建設做好準備 即便是在疫情期間 其實我們也沒有這個 整個準備的角度也沒有停歇 那首先是我們其實是協助了 整個在探索夢好 進入基隆港做這個跳島的 跟繞島的這樣的一個 郵輪的行程的規劃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們當時也跟當時的 立新的郵輪呢 做了很好的這樣的一個合作 那由地方跟中央一起協助 在疫情的整備的這個部分 來恢復整個在這個 台灣的這個跳島的 跟繞島的郵程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新的這個旅遊的型態 對於郵輪來說 以及在疫後 我們要推整個在跳島的 這樣的一個郵程上 是一個先行的計畫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 那第二個部分呢 其實基隆市政府這幾年 在硬體的部分跟軟體的部分 也都接續在做一些整理喔 那包括港區附近的環境 我們在第一圈 包括我們的海洋廣場 還有國門廣場 其實經過這一次的 陳博會的舉辦 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個硬體的設施上 其實已經做了很大的一個整理 包括中山移路的管線整理的部分 都做了非常好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整備 那另外還有我們的成績轉運站 也即將要完工喔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運的功能 那我們也在指標的整理上呢 也做了一些努力 所以我想在硬體準備的部分呢 作為一個國際的郵輪母港來說 基隆這幾年是做了蠻多的一個準備喔 那我想這個部分呢 在疫後郵輪要恢復 那對整個基隆來說 我們所做的這些準備呢 其實是可以吸引更多的郵輪 我們跟觀光客來到這裡 基階產觀學界 大家齊聚討論 包括疫後郵輪母港發展 跳島遊觀光優化 國際郵輪區域整合 及人才培育等四大主軸 象徵向外正式宣示 台灣已經做好準備 再次迎接國際郵輪到來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